下周A股方向彻底稳了 深夜突发三大消息 其中一条上了央视新闻 直接对下周行情产生重要影响 朋友们赶快来听听看 看看自己是否身在其中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9号的雨昕找评 新朋友先加个关注 老朋友长按三秒点赞 并在评论区留言666正能量支持一波 非常感谢 近日公安部会同证监会 组织开展证券领域的收网行动 破获多起重大内部交易 恶性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案件 那抓获犯罪嫌人50余名 善尽高达90多亿 打掉多个证券违法犯罪团伙 这真是大快人心 俗话说得好 A股旧市的劲头 往往就是下场的抓人 效果是很明显的 往往就是有三个步骤 第一呢就是大喇叭喊话给信心 第二呢就是大资金入场抄底护盘 第三的话就是大声势下场抓人 想当年2015年千古跌停 多次熔断机制触发的条件下 前两张啊根本没有效果 只能使出第三板斧 那么抓了空头大佬 才让我们的大A反涨上来 俗话说得好啊 老底坐穿 底部反转 这也就是大家所称的抓人底了 针对大盘的情况 雨昕再次亮明观点 三天脸即将回收 一周内必见分晓 对下周的行情 我也是深度复盘 挖掘了一只核心玉兔 属于抄底战法形态 日线级别底背离 同时叠加小窗底 股价不足10元 今日放出三倍量 主力资金大幅介入 有望成为下一个爆发龙头 铁粉们记得准时去看 那文章呢就是在大家 用手机和你的亲戚朋友 打语音打视频发红包的地方 搜索技术派交易新 那关注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了 我的文章呢也非常精彩 你像11月份分享的 东安动力十连板 会员科技四连板的龙头 都被我们捕捉到了 文章呢都是免费分享的 那消息二 福州20家咖啡销售单位的 59款限制限售的咖啡 进行产样 样品呢涉及到瑞幸 星巴克 幸运卡等主流品牌 结果呀 在本次的59款样品当中 均检测出低含量的致癌物 看来啊 下周关于食品饮料的板块 我们要注意风险 那事件性驱动的利空消息啊 就要重视了 因为最近的消费板块 确实表现还不错 大周期风格切换的过程当中 老热点就会退潮 比如汇发食品龙头啊 也断板退潮了 相关的食品饮料方向呢 将迎来调整 大家呀一定要小心了 那消息三 在连续两年巨亏后啊 那么公募已经开始第二阶段的降费改革启动了 重点呢就是佣金分配和费率的调降 费率预计呢能够降幅达到33% 在过去的一年公募通过各种降费啊 给投资者节约了140亿 这里面啊确实值得点个赞 但是我觉得 这也是倒逼的 整个的2022年公募全年亏掉了1.45万亿 创了新纪录了 但同期的管理费却收了1400亿 今年的公募亏损呢继续万亿级别 但管理费依然超过了千亿 这让很多积民呢心态煞了 那我亏成这个鸟样 你居然还敢汗漏保收 这也加速了很多人的赎回 说真的国内公募的管理费啊不算高 但是后 但是汗漏保收的模式啊有很大的弊端 比如说大家只要规模 只要规模足够大 就能赚的盆满钵满 比如说张峰葛兰呢 这种千亿级别的基金经理 除了抱团白酒医药大板块 对吧 其他的也容不下 那么面对大跌时啊就惨了 只能被动挨打了 而且呢公募无论盈亏 都既提管理费 让基金经理啊对市场缺少敬畏之心 多高呢都敢去接 接完盘呢我就不管了 对吧 不符合市场的竞争机制 优胜劣汰的规则 组织呢降费是好事 但不能啊 但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 公募要想发的出去 一呢行情要起来 二呢汗漏保收的收佣金的模式 要改一改了 那跟大家聊一下市场环境 昨日陈教亮啊 开始放出了巨量9617 只要上一日呢放量了1400亿 说明底部已经有大资金开始接入了 同时呢四位一体的底部结构 已经开始形成 那么其一部分底部分形结构 已经预示了见底信号 其二双十字星也是双针 探底见底 其三呢就是旁口暗号2949 双数9是见底信号 那其四A股指数啊 跌破3000点已经到了第4天了 历史上看过来呢 最高是不超过7天的 那一旦回收3000点 将会迎来一波波澜壮阔500点以上的行情 大胆预测下周一股将回收3000点底部形成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 视频听完认同的朋友们 记得在评论区啊 来一波6666支持一下 同时呢 长按三秒点赞 非常感谢 本视频呢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代表投资建议 我们下个视频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